汽车的驱动方式可以分为四驱或两驱 而两驱又可以分为头轮或尾轮 然后我们将引擎的摆位和驱动模式结合 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布局 FR、FF、MR、RR和Oreal Drive FR即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特色就是前后重量分贝平均 很多性能车跑车都是用这种布局 后轮只是负责驱动 而前轮只是负责转向各司其积 而后轮驱动的特性就是过弯的时候比较容易脱尾 很多车迷都认为FR加上棍波 就是唯一可以获得驾驶乐趣的布局 缺点就是全动轴会通过车身的下方 导致车厂的空间变小也会增加重量 FF、前置引擎前轮驱动 由于它是将引擎驱动轮转向系统 都集中在车头的部分 所以车厂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宽淌 一般的家用车都是这种布局 它可以减低车身的总重量 不过由于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车头 同时头轮要负责转向和驱动 在弯中突然加速或减速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发生推头的现象 另一点就是当踩油起步的一刻 其实车头会突起 重心会转移到车身的后方 由于车头突起 轮胎接地面积就会小了 动力会有机会流失 所以你很少会看到大马力的头车车 如果是后驱车 被压住的后车可以把动力完全输出到地面 去到MR 即中置引擎后轮驱动 这个类别大多数都是超跑 尋重的引擎放在前后车轴中间 令重量分布接近完美 优点就是非常好的操控 转向灵敏准确 缺点就是车厂空间会小了 不过对于跑车 似乎并不是什么缺点 RR 即是后置引擎后轮驱动 它会把引擎放在后车轴的后面 这类布局令起步加速是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头轻尾重就会容易脱尾 现在比较常见的例子 就得回保时捷的911 最后就是四轮驱动Oreal Drive 即是四个轮都会有动力 和两轮驱动的车厂比 四轮驱动具有安全和性能的优势 特别在恶劣的天气和湿滑的路面上 大致可以分为全时四驱 引擎摆位是前中后 和多数是越野车的分时四驱两种 比较详细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另一条影片 这条影片只是很简单介绍汽车的运作原理 所以有些位置只会用一句轻轻大过 并没有作详细的解释 同时我只是一个车迷并不是专家 所以如果有话说得不好或说错 希望大家不要太大力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不妨like和订阅 就是这样